在2019年的第一场比赛中,热刺就为球迷送上了一份大礼的英超第21轮钟。 热刺客场3比0大胜加迪夫城亚洲一哥孙星民,在比赛中交出了一传一舍的完美答卷。 在亚洲杯中孙星民将会怎样虐待中国后卫在第13分钟时,孙星民先送出了一次助攻。 孙星民前场右侧得球,他吸引了两名后卫的注意力,埃里克森中路插着。 孙星民毫不粘球直接把球塞到了丹麦人脚下丹麦人横汤一步晃过回追的后卫。 然后,用一脚干脆利落的大力滴射,将球送入网窝中14分钟后。 孙星民被热刺队锁定胜局这次韩国人亲自破门。 在接到凯恩直传时,孙星民的位置其实并不算出色韩国人,当时已经来到了进去右侧。 他身旁有四名防守球员,他的射门角度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 孙星民仍然大力滴射圆角皮球,精准贴地入网进球之后,孙星民还跳起了机器人无助性。 加迪夫门将埃瑟里奇是菲律宾国门,但他为了替英超而放弃了亚洲杯。 孙星民无法在亚洲杯上对阵埃瑟里奇,如今他在英超联赛中陷虐了对方一把。 在去年夏天孙星民代表韩国队参加了亚运会,这直接影响到了他在本赛季出的状态。 在前七场联赛中,孙星民一球未尽但随着赛季深入。 韩国人很快找回了感觉,在最近九场联赛中,孙星民一人打进了八球送出三个助攻。 在亚洲杯前孙星民,还会代表热刺再踢两场关键比赛对手,分别是切尔西和曼联。 在踢完曼联之后,孙星民将火速归队参加亚洲杯。 他将在对阵中国国足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出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